一只名連鎖五星級酒店 被民眾投訴環境髒亂 民眾上個月底到新竹度假 入住了高檔飯店 你又想到發現 這房門上不但插著一次 素食業者的優惠卡 在上面竟然還黏著一片 用過的隱形眼鏡 房間領頭到處可以看得見髒屋 那麼到了隔一天退房時 雖然有收到道歉的小餅乾 但是面對這樣不舒服的體驗 恐怕也影響到民眾 下一次入住的意願 房門上插著 顯然不屬於飯店的卡 台燈上還有濕濕黏黏的液體 環顧四周發現更多髒屋 讓入住民眾在用心守護的紙上 打上一個問號 有民眾上網分享 自己10月30號入住新竹 一間國際知名連鎖五星級酒店 沒想到卻遇到離譜的事情 一進房不說房門上插著 素食店的優惠卡 上頭還黏著一片用過的隱形眼鏡 房內狀況更慘 不僅多處有污渍 梳桌台燈上還有白色不明液體 就連床上和床頭櫃上 都有餅乾碎屑 沒想到破文一出 卻引起網友共鳴 有人說之前住過連換兩間房 電視都是壞的 甚至還有人光等早餐排隊叫號 就花了將近30分鐘 飯店在客人反映的當下 其實就有值班的主管 就與客人就是馬上致歉 以及了解我們事件 所有的發生的經過 並且我們有在那過程中 持續客人做溝通 那在內部的部分的話 就的確在這次事件 是我們的飯店清潔度 可能不太夠 會再做更多的完善 這樣 面對這樣不舒服的住房體驗 民眾表示自己不確定 還會不會進行下一次的消費 不過飯店也承諾 將會盡全力改善 挽救民眾信心 解讯之前新租報道